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快讲到健康 你会发现 在台湾 这个各式各样的农民跟养殖户 真的很厉害 各式各样的健康的菇类 真的五花八门有够多的 那菇菇 不但是这个富含丰富的维生素D 跟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营养的好食材 同时也是医学证实 可以抗癌抗发炎的好食材 那再加上它这个膳食纤维很丰富 热量又非常的低 所以它几乎是所有营养学家 跟减肥专家公认的好食材 那在台湾 因为各式各样的菇类品种非常多 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观众朋友一一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彭文雅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陈志英主厨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蔡万利师傅 各位好 好 我先问一下淑青 姑姑真的好健康 常吃素的人这个菇 豆 都是非常好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那也因为菇菇好健康 所以有人说这个菇类压根 就是蔬菜牛排 没错 喜欢吃菇菌类的人常要说 它其实就是蔬菜类的牛排 那它在各国都把它 觉得它的营养价值 以及它的整个营养 甚至其它不好的负担都非常低 所以在美国它有上帝的食物的称号 那在日本认为它是 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可以从它的营养素来讲 大家第一个听到的菇类都会想说 它好像有维他命D 事实上它是维他命D的前驱的物质 叫做麦角固醇 这麦角固醇呢 它是可以转化成维他命D 所以对于现代人 尤其几乎都没晒太阳 每天都躲在室内的话 是非常好的维他命D来源 那最近几年维他命D被发现 它不只是跟我们的骨质钙七周有关 另外它跟免疫力提升也很有帮助 所以第一对免疫力有好处 可是它对免疫力还有很另外一个好处是 菇类的多糖体 因为大家都知道菇类的纤维很丰富 可是它纤维里面有一种是 我们叫做多糖体的东西 那多糖体他们发现 它不但可以帮助你的肠道免疫之外 就是它有免疫调节的功能 那这些膳食纤维也可以帮助你 虽然有饱足感 但是热量非常低 那第三个是现代人也都很缺 叫做维他命B群 因为现代人通常 大家说常常有过劳的现象 那过劳现象就觉得 有难以恢复的疲劳感 那大家都喜欢补充B群 甚至有一个研究显示 B群还对什么 对于PM2.5造成的空污的肺炎的伤害 是有帮助的 所以要吃什么 它也有 它也有B群 重点来了 现代人还需要一些什么矿物质 所以包括你喜欢钙 你喜欢的磷 磷 什么鲜 锡 它都有 因为这些都有 然后又没有胆固醇 没有脂肪 热量会很低 所以大家会说 它是植物 食物的极品 就是这样 真的问一下 刘一时 听说这个植物的 食物极品的菇菇 不只是营养好健康 而且还抗癌抗老化 对 我昨天才有一个病人问我说 他说他得了乳癌 他问我说食物怎么样去调 我就跟他讲多吃菇菇 他跟我讲一句话说 吃菇不是有毒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常常讲提倡吃菇 菇的营养素 真的是非常OK 我们刚讲蛋白质OK 它低脂而且高鲜 那它里面还有很多多糖体 普聚糖 那这个证明怎么给大家看 在澳洲他们有一个医生 做了研究 他找2000多个妇女 分两组 一组是有乳癌的病人 大概是将一庆民 另外是没有乳癌的病人 然后他们比较是两组的女生 他们吃菇菇的习惯 结果发现一天吃4克菇的 他的乳癌罹患的率会下降大概30% 当他这个一天吃到10克的话 会减少三分之二 那他们在想说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食材 或是说其他饮食习惯 跟菇有加成的 他们发现吃菇又喝绿茶 因为我们讲绿茶茶多分 这个合并起来的话 他可以减少这个乳癌机会到80% 那简单讲回来就是说 菇菇里边来讲 因为它这个纤维量非常高 它在我们肠道里边 它会吸附一些毒素 增加排便的效果 然后会降低毒素 经过肠道的吸收 而且它的多糖体 它在我们肠道的淋巴 淋巴来讲 我们肠子旁边 我们常讲一句话 人要抗衰了 肠道腺不老 为什么 肠子里边淋巴腺占了70% 它可以调节肠道旁边淋巴腺 而且它有些多糖体 会经过血液吸收 会影响到白血球 所以基本上菇菇来讲 真的是抗癌很好的食材 那我先请阿方姐姐 先出来一起分享 菇菇在台湾市面上 好多种 现在连便利商店都卖菇 对 那便利商店会卖的 显然是很大众需求的 那通常市面上的菇 因为爸爸快 包装也爸爸快 你都会怎么买怎么挑 基本上我们要买菇的时候 第一你要透过完整的包装 然后先去看 比如说最常买到的金针菇 不要那上面会黏黏的 还有那个菇散的部分 不要大到那一两公分 很大众 那这样的菇也太老 对 然后真正太细 有的人会觉得这里面 后面的梗也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一般是在差不多 一公分左右的那个菇散 是比较好的 那大概你就可以挑选一下 然后像我手上这个杏包菇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营业包 这个有的时候大卖场也是这种包 而且大卖场很有可能是 满满一大袋99块 对 其实今天我买这一袋 也就是100块 它其实就是很好 那你拿起来是整个重量 你看起来有胖有小 你可以挑你自己需求 但是整个来讲 就是我们以单一的这样一支 我们来说它形体这么大 如果是另外一支形体也这么大 可是两支的重量是不太一样 一支比较小的 一支比较轻的 那你要挑哪一个 要挑重量的 对 那个菇才会好吃 可是这种大卖场卖的这么大包 很少家庭可以一次料理完 所以今天等会我会 所以通常你如果没有料理完 你会怎么保住 我通常我们讲说 如果你是在两三天里面 可以把它用完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包好 然后放在冷藏尽快用掉 可是真的我不是这么处理 我会在最新鲜的时候 就把它们下锅去把它煮熟 然后煮熟我会用密制的方式 然后密完之后 它收在冷冻库 我随时拿出来要再用 它解冻了 会跟它原始的质感 完全一模一样 那只有杏鲍菇你会这样做吗 还是其他的菇也会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 除了杏鲍菇之外 基本上我们在外面的菇 是没有很大包装的 一个培养土的大小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像这个是五菇 五菇是在日本非常流行 它们可以做这个 就是菇饭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香味 然后我们国内 买到类似概念的菇 可以运用的就是这两号 这是红喜菇 红喜菇 雪牌菇 美白菇 这两个质感其实是类似的 在运用上面 它比较脆实 买菇的不管今天什么菇 一个大原则技巧 就是它要摸起来是干爽的 然后像这一朵 这一朵它就开始 开始见到在威了 就是它的老 它没有那么 那么硬挺了 那么新鲜的感觉 然后它再来下一步 就会产生失年的现象 然后我们讲说 在保存上面 尤其年轻人 你说现在连便利商店卖 我是没有在便利商店卖 没有便利商店卖这种 这样子很好 但如果说你在超级市场 有时候会买到像我这样子 一盒小分量 可是它通常会用的是一个盒托 然后上面再封保鲜膜 可是你知道年轻人的习惯 就把它薄一下 然后就把它放下来 然后那个洞就留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就是保鲜最大的一个致命伤 你一定要把它包好 封好 对 那今天在现场 我就要把我的 你刚刚解决 我们说这个杏包菇 要怎么办 对 是那么多支 因为一大袋真的好多支 对 所以我大概回来 我会留着我们今天 乳饮要用的分量留在生鲜 要干嘛 我工作用 那剩下的我二话不说 就会把它处理完 不会这样子放到冷冻库 然后来 可以看到我快快的 好 快速水洗 所以这个也不能浸泡 我就是快速的过水 把杂质这样东西稍微洗一下 在养菇 种菇的过程 它其实环境都是控管的 对 我们现在要洗的是 在于手接触 对 万里有杂质这样东西 对 就是在于这个动作 好 那姐姐你稍微水洗一下 干净一下 你就要放到锅子里头 我就放到锅子里面 对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在锅子里面 我要来放大概一杯的水 好 诶 所以现在还没开火 还没 然后你放了大概一杯的水 然后你今天锅子的体积 你放了五根 对 好 炒菜锅什么 家里面 妈妈找 然后呢 大概一汤匙的油脂 什么油 都可以 没有味道的油就可以了 就料理油就可以了 对 所以就是一杯的水 然后一汤匙的油 对 好 然后呢 我现在把这个油跟水 要在所有的菇 我先去把它沾沾的 放一放 让它沾附一下 每一汁都要沾附到油水 对 所以你是要先稍微油水煮 然后才来保存 对 我现在是做蒸煮 而且我要在它煮熟的时候 要保存的同时 我要给它味道 把它做成未复的树鲍鱼 厉害了 然后我们把它通通挂上油水之后 妈妈就把锅盖把它盖起来 就直接开 最大的火是没有问题的 它藉由那个水 其实只有大概不到一杯的分量 一杯左右的水 它产生蒸汽 表面又附上了油 它会增高它的温度 然后就会很快让这个杏鲍菇 在很短的时间就完全蒸熟 它不会把它的甜度都 跑到水里面去 然后我们就准备 所以这是一个水蒸煮的概念 对 水蒸煮的概念 那学生还有问题 以你刚刚那么肥的杏鲍菇 那么粗大 要水蒸煮多久时间 像今天这样子 应该是讲说 它大概是一个乒乓球的 那么胖的身体 它要煮到滚了之后 产生锅子的水蒸汽都冒出来 还要再多煮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 那学生问题 你要闻到很浓的菇香 好 小支的呢 一分钟左右就会熟 杏鲍菇本人 健脾异味 抗疲劳 其实它对我们智力 还有我们的脑力提升也是非常的好 很多女生来讲 大概35岁以后 有个很大的困难 常常会讲 嘴巴会干 挖苦做这个灯 非常好用 然后呢 等会滚了之后 我们要去蜜它 那我先给大家看看我蜜好的这个同样的做法的菇 在这里 这个感觉是有调味过蜜过的 对 我蜜过的 所以你看一下 它是有颜色的 对 然后切开了之后 你会看到我今天等会要做菜 然后我的那个边边角角 我把 你切的杏鲍菇的边边角角 我切片鲍鱼片在我的上面 这是一个树鲍鱼片的概念 这个树鲍鱼要一盒 这盒买起来可能要不少钱 对 然后这边有掐头掐尾去掉的地方 是要请你们试吃的 请你们来光顾我这一摊鲍鱼摊 今天在这边切的时候 我刚刚就在想 我们今天吃这么好吃鲍鱼 你知道吗 会想说不对 这些鲍鱼摊鱼为什么有鲍鱼 好吃 真的好像 好好吃 它的口感会比你直接去煮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是在锅子里面是热胀 我没有挤美乃滋 我如果再挤个美乃滋 你们吃起来会像 真的像鲍鱼了 很像鲍鱼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热胀 热胀了 热胀了 它有胀 它现在更肥了 对 然后基本上你把它动一动 确保所有的油水把它洗一洗 好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 就取一个容器 最好是一个保鲜盒 因为待会是要制它 对 所以像今天五条刚好都可以塞 或者四条塞一盒 对 明关你帮我抽屉拿一个汤勺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在这里面 我拿一点点的汤水 拿一点汤水直接来制它 那这个汤水就是来调味它 对 这个汤水是要防止我们的 这个整个的蜜下去的口味太重 所以我现在你可以看到 也用汤匙量给大家看 一汤匙半 一汤匙半的酱油 对 差不多一斤左右 然后我们的比例要两汤匙 整整它的 1.5汤匙对上两汤匙 两汤匙 好 这个是五根杏鲍菇的配方 对 然后你就现在它开始了 它在回冷 它刚刚在菇里面 你看看 这一根还筛不下 对 可是稍微回冷一下 你会发现它掉下去了 它就挤进去了 对 它怎么样也挤出一个 这个位置出来 而且蜜汁完之后 你刚刚说热胀冷缩 它还会再出一点水 对 它就让水会出来 所以它的蜜汁会增加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适度的油脂 然后那个蜜汁的这个汤水 它就会慢慢的让这些 整个刚放下来 它是这个颜色 稍微稳定冷凉了之后 它就会很稳定的颜色 就完全很自然的渗透进去 就跟那个蜜汁的鲍鱼 是一样的颜色 那我们在家里面 你要切什么 比如说你包粽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子 卤过的密过的切片 你的粽子就会多个 几片的鲍鱼片 虽然是假的 怎么会呢 我觉得这个当卤味小菜 都超赞的 然后你把它 它卤过有颜色了 你把它横切断切 它是不是像一个一个的 那个干贝 那今天我就要做另外一个 这个鲍鱼 好 今天要做这个 它可以把它做成那个 人家请客的那个鲍鱼片 对 好 所以一样是拿一个碗 在它周围这样子 倒着裹着 然后一片 接着一片叠上去 对 而且这样吃完全不用怕 增加身体的负担 对 而且也很环保 对 而且热量又低 对不对 咕咕的热量是真的很低 其实减重来讲 像咕咕来讲 你看 其实我们每100克 它平均就是30大卡而已 对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咕咕来讲 做下去之后 它会增加我们肠胃的饱足感 你吃下去之后 你不会说 很快就很厉害 那还有因为它来讲 它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吸附 所以在我们血糖上升来讲 它抑制 所以整个咕咕来讲 如果说真的是我们在 在做减重的过程当中 你常常把它入料理 那还有它里面又有高甲 对 所以它一般排这个 那也排得非常好 会降低身体的水种 所以我说 其实跟阿峰老师学这道 又香又好吃 又可以做减重 真的 平均每100公克的菇 大概都只有2、30卡左右 你看 其实最高的新猫股 也不过39 还不到40大卡 对 所以非常非常热量 非常低 好 来 这一盘来给镜头特写一下 哇 天哪 有漂亮吗 有厚吗 就很简单 两根 切一些 两根三根切起来 刚刚都以为是车轮排切好了 对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看旁边 刚刚借由这样的一个水 我们就直接 可以再汆烫一点生菜 对 生菜 而且你不觉得杏鲍菇 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它可以伪装成各种肉 对 就是仰赖你的切法 还有你的 比如用波斯的或怎么样 它有时候可以假装鸡肉 有时候假装鲍鱼 对 有时候假装意大利面 有时候假装厚的 干贝什么东西 它就是伪装大王 可是除了伪装好之外 我觉得因为重点是 它真的非常的健康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都知道 其实菇类除了热量低之外 就是刚才强调菇类的多糖体 因为多糖体调节 肠道免疫之后 对于现代人来讲 它就是一个抗癌的好帮手 你可以想到一个东西 又便宜 又长得很像美味的东西 然后热量又低 然后又可以帮你抗癌 真的老实说 家庭主妇应该要趁他一大包的时候 埋起来把它做成这个 真的 而且你是做大批 你煮三杯 它就三杯的味道 对 你把它用牛肉面的煮法 放在里面 它就是牛肉块的口感 所以很方便 好 那我这边在生煮我的这个蔬菜 然后我旁边请一锅来 焦这个蚝油汁 我们这个焦一点点蚝油汁 只要先爆香姜片 对 姜丁 好 然后准备的就是香菇 好 然后我留了一朵全的菇 对 就是很完整的菇 然后其他的菇 我把它切的是这种斜开式 让它的肉感觉到 比较有咬劲的那个口感 所以这个是干香菇泡发了 对 好 香菇跟杏鸡菇也好搭 好 稍微给它拌炒 再来准备的是蚝油 蚝油 好 对 因为它也有发酵 所以还是要让它那个香味 要炒过 炒过之后香气就比较足了 对 然后我们泡香菇前香菇先洗过 好 然后还有刚刚我们做菇的这个 蜜的 蜜汁的汤水 通通可以进来 不够芡乳 我们还要再补一点点的水 好 然后这个让它去煮 煮这个芡乳 好 水蒸菜我觉得是透过于我们节目 观众朋友可以学起来一个很实用的 对 很实用的方法 很实用的方法 然后菜又漂亮 然后又新鲜 那速度又快 对 然后营养保留也比较好 对 好 好 姐姐 你今天用的是美生菜 对 这个的搭法如果别的 比方说高丽菜之类的 应该也可以吧 也可以 但是就是以一般我们说会水性的蔬菜 单薄的蔬菜 你会觉得 最合适 好 所以就把这个水蒸煮的美生菜 直接放进来 我觉得这个当小菜 当凉菜 当便当菜都很赞 所以这个真的很值得学 然后一次弄一批 我理解阿芳姐姐的逻辑 这样省时省事方便 随时要吃就有 对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把菜甜的很扎实 好 好 这一个菜剩下的我不让它煮 我跟你讲 减肥的人吃它这一碗都超棒的 对 好 这个时候 要让它去一点水 这样我们打上去的茜乳 才不会被这个水给稀释掉 也比较容易挂上去 再来厉害的 来的 倒扣 好了 赞 好 然后一点点的菜白粉水 这边刚好茜乳也滚了 好 然后打茜要打得漂亮 非常记得汤水要沸 然后下去不够浓 不要猛下 你一直猛下 温度一直降得太低 它的汤色就会变濁 像我刚下了第一次 不够浓 我要等到它完全再沸腾 再下第二个 这样的嵌水才会打得漂亮 更干净 对 就会干净 这也是血味 对啊 那不够浓 再下第三次 然后重新沸腾 最后第一点点的香油 好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好厉害的鲍鱼 好厉害的蠔油素鲍鱼 这是那种婚宴的菜 对 而且我这些叫做 假作真实真一假 红龙梦的名言 也就是说呢 真真假之中 你会觉得 我觉得即使是 它是一道素菜 它的味道也非常足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光这个蠔油吸参菜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迷人了 你知道吗 因为这种用蒸菜的方法 蒸出来的生菜 它不会软烂 对 就它爽脆 然后它的熟度刚刚好 搭上这个薄薄的蠔油的芡 就甜中又有香 非常的好吃 然后呢 它的香菇这种切法 大家好学 因为这种切法是摇杆十足 你就会觉得 那个香菇在嚼咀嚼的当中 它的香气一直是放出来 觉得比这样 吃些什么都更过瘾 所以整道呢 虽然后来拌了以后 有点像张妈妈的家常菜 但是我必须说 它的口味绝对是艳客菜 我觉得这值得做 这太值得做了 真的 而且杏鲍菇本人 健脾异味 抗疲劳 现在人容易疲劳 或者是你应酬太多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补气补血 而且它刚刚有讲嘛 麦角固醇 帮助我们骨骼的发育 其实它对于我们智力 还有我们的脑力的提升 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小朋友 应该也要多吃一点杏鲍菇 甚至他还可以降胆固醇 所以老人也可以多吃 它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 胆碱的分泌增加 所以可以让血液的胆固醇下降 那它自己本身又是高鲜 所以促进这个血管里面 一些就是多余的油脂的分泌等等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降胆固醇 然后老人小孩 全家都很适合 真的 那接下来智力主厨 也要分享 你要分享的是 上次节目录影当中 用过的滑菇 滑菇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滑 它不但滑 而且它煮了之后 来看一下 这个格格 这个格格就是天然的勾芡 不过这两个滑菇 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 是 这个比较大大小小的 这是新鲜的 那之所以其实滑菇 它有的时候运气运气的 你的时候在市场 很容易就看到 可是有的时候又买不到 因为滑菇它装在袋子里面 它会这样黏黏的 所以它卖相不好 所以对它因为你看到它还没煮 你这样摸它 它都已经有点黏黏了 对它黏力比较多 而且在它散的上面的黏液最多 对它的梗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黏液 所以一般外界不知道 看到它黏黏它以为它不新鲜不好 对对对对 所以它几乎很少这样包一包在超市卖 那所以它其实都是透过网购 你直接跟农民买就买得到 或者传统市场会看到 对传统市场偶尔会看得到 那你大概稍微水煮一下就变这样吗 对它只要水煮 然后它的那个黏液就会释放出来 那这个大概水煮多久 水煮大概10分钟而已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有一些人买的是罐头的滑菇 对这个就更容易买到了 这个一般超市啊 那种传统的那种杂货店 都会有这个滑菇 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 就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运用的一个食材 然后它的热量也很低 它这个也是水煮的 然后只是把它天然的胶质 对这个应该是它的这个多糖体嘛 它的链液多糖也释放出来 也是非常好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多糖体 跟木耳煮出来的那个胶质 跟那个水龙式的膳食纤维 多糖体是类似的 结构是类似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吃的时候 那个哥哥跟润滑的口感也是类似的 对都一样 然后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 用滑菇做一个酱汁 山药滑菇酱 对没错 然后我们先起一个锅子 那这边呢我用鸡腿肉 然后带皮我把它切成像 比较粗丁的绞肉 对我们直接下锅 对我们这个直接就下锅 因为它有一点点油脂 对我们就不再加油脂了 然后呢洋葱就可以直接下 对洋葱下去 跟鸡肉稍微混在一起 然后那个油脂就会出来 对 然后这边呢 还有我们准备山药 然后新鲜的香菇 然后蒜头跟枸杞 对这些 蒜头像这种新香的也是 洋葱下我们蒜头就跟着下 好 那把它炒香 稍微把它拌炒炒香 这道料理如果你是不想要吃肉的 也可以 因为菇类 其实它煮过之后 它的甜味其实就已经很够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全部都用菇 我们在一些 走的病人会做化胖感之后 口腔会干 加上这滑锅里面的 这些免疫系统的维持 非常好的一个多糖体 它对这些免疫系统 比较差一点点的 容易口干的病人 非常的忙碌 这道指申必学 好 用油烟 然后又很清爽 对 刚刚说享受锅嘛 对 享受的一定要吃 这道料理如果你是不想要吃肉的 也可以 因为菇类 其实它煮过之后 它的甜味其实就已经很够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全部都用菇 对 然后再来菇 我们也把它放进来一起炒 香菇切听一起炒 这香菇就不一定用新鲜的香菇 就是你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菇 其实都可以 对 都可以 没错 然后呢 像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多种的菇混搭 因为其实菇类它长得 口感不一样 对 样子不一样 然后口感不一样 然后连味道都有点不一样 对 那知名主持 我再问你 你说这个华菇它有天然的华液 有些时候它卖相不好 因为它那个华液黏黏 哥哥出来 有些婆妈妈还误以为它坏掉 或者没那么新鲜 那这种黏华液回家要不要洗 要 要洗 其实像 也是简单水洗 漂洗 它比较没这么简单洗 因为它本身它黏黏的 所以它的污垢都会黏在上面 对啊 所以你要多洗几次 你那个就是要 其实要有点那种冻的那种肉勺 肉勺 然后水洗 水要一直冲 对 因为它黏液跟其他的菇不一样 因为刚才老师有提到 就是你其他的菇是要让它干燥 对 可是华菇它就是不干燥 而且它又黏 所以它会黏 其实最怕的就是会 感觉它很像骨盆子 对 我才要讲这个 最怕的就是小昆虫黏在上面 对 然后呢 我们香气整个都炒出来之后 华菇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加进来 对 然后呢 水的那个食材啊 这些都可以加 这两个华菇都可以加 我们罐头跟那个野生 那种端木做的 端木种的一起 哇 它们的size差好多 对 大家很细嫩 而且在华菇在树咽上面 是一个算很珍贵的 看起来很加分的食材 是 然后枸杞 枸杞可以带一点甜味 然后颜色也会很漂亮 然后这边 这个枸杞也事先稍微泡一下 对 事先我有泡过 然后稍微清洗泡过 然后再来就是山药 山药也可以下去 对 把它加进来 其实这个酱呢 你拌面 拌饭 然后或者是烫一个青菜 来淋上去 其实都非常棒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是 现在季节也开始了 那个笋子 对 我们今天有买了一些新鲜的那个绿竹笋 这绿竹笋 对 然后虾子 虾子 然后跟 其实我跟阿方老师不约而同 都用那种 生菜 对 因为其实菇跟这种生菜 它搭起来的味道就是特别的搭 对啊 然后我用那个罗曼生菜 这个就需要一点点的油脂 好 对 我们用一点点的油脂 苦茶油 好 今天用的是苦茶油 对 我们就把这三个把它炒香 好 炒香之后再淋上我们的酱汁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下 笋子把它炒香 通常这种酱汁要煮多久啊 这酱汁其实你只要煮滚 其实所有的食材其实都熟了 因为我们都是切小小的 对 对 那滚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试一下味道 那今天呢我比较特别是 我想说因为阿方老师有用了那个酱油 那我就不用盐巴 我们用一点点的那个鱼露 少少的鱼露来调味的一点点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它也有鲜味 对 它有带一点点鲜味 那智英竹竹现在来炒的是这个 对 我们把那个笋子稍微 对 炒香 把它煎炒香 对 没错 然后呢 这个生菜呢 其实生菜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像这样这样干煎 这样子整躲下去啊 对 因为西式的会比较用到这个方法 西式的料理我们都是这样子干煎 干煎完之后它就会有一点香气 对 因为这种蔬菜它其实本身水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们就让它干煎 它其实那个香气会比较足 如果你用水煮 它就是吃到那个脆脆的口感 对 那干煎是两面都要让它煎到 还没有 我们大部分通常都是煎那个切面 对 煎切面那一边 所以口感会不一样 那等于是接触面提香而已 对 对 提香跟加高温度 这样其实就是可以了 对 然后我们就把火关掉 那等一下我们这边装盘之后再把它淋上去 好 对 这个煎熟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的虾子也快要熟了 是 这个食材因为绿竹醇好像事先有汆烫过 对 绿竹醇我有汆烫过 所以其实就是虾子煎熟就可以了 对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煎的蔬菜 其实像我煎大部分都是不要太焦 你只要有没有 这个已经有点金黄色 其实这样它这个香气就不一样了 而且它可能会吸收一点点别的食材的鲜甜 没错 跟一点点油脂 对 它这样其实那个香气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不用烤直接这样煎 对 而且你不用煎到全熟 像我们等一下热热的汤汁淋上去 它刚好就软化 对 就不会过熟 对 好 好特别 原来西式的做法是这样 是 好 那我们就先让那个蔬菜先起来 这个就不要让它过手 好 我看西式怎么摆盘 法式摆盘你看也是大盘子 你看摆盘是不是都要大盘子 所以下一次真的看到大盘子可以加减买 而且这种大的这种生的盘子有一个好处 你摆单人的也好看 你摆多人的也OK 你看这样开始有法国料理了 然后阿芳姐姐也是大盘子倒扣一个碗 就是板的的feel了对不对 好 OK 那我们的虾子让它熟就可以了 那你看那个竹笋也是 感觉就像香的香味了 煎恰恰的那个整个香气就会不一样 对 好 OK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我们自营的这个山药滑菇酱太好吃了 这个也可以单吃 然后这个拌虾跟拌筍都超好吃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试 这个滑菇好滑口 很滑 因为很咕哩 你就一直觉得 一直很咕哩 而且它跟一般的勾芡不一样 因为你会觉得 一般勾芡到后面你吃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 就是有时候吸掉有点腻 有一些如果是会比较肩胆 就觉得很浓稠 可是它不会 它是滑溜滑溜滑溜滑的滑口感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学的是这种西式的 稍微煎一面的方法 因为你的生菜的爽脆度还在 可是你那个香气是跟你一般的那种 生菜是完全不一样的 又是另外一种新的吃法 尤其竹笋稍微煎过之后 你会觉得竹笋的味道是不一样 因为它的口感有一边是脆的 可是有一边就会很像就是 那种比较有咬感的感觉 它就是脆跟那种摇杆之间都会有 然后就在香气 然后整个画上去又是不同一道菜 而且刚才看起来又是大菜一道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重点是这整体非常非常高的纤维质 对于现代人来说非常的适合 而且刘医师 这个滑菇里头富含的多糖体 就是它抗癌的营养的成分 其实它这里面那个滑的东西 我们刚刚另外问的问题 其实跟黑膜任何东西 那个滑的黏液 我们算是种多糖 什么叫多糖 就是它那个是葡萄糖的分子 手牵手用成不同的结构 是我们叫多糖 那这种多糖来讲 它不容易被分解 那它不同多糖来讲 会形成不同的感觉 那譬如说这是比较偏向这个 它还跟它蛋白质有关 跟核酸 所以它比较偏滑 那你知道我们在很多女生来讲 在35岁以后 有个很大的困扰 常常会讲嘴巴会干 女生嘴巴干也经干 然后吞怨不舒服 甚至说我们在一些肿核病 他们做化放量之后 口腔会干 其实自己这道 山药滑固这个 做这个非常好用 如果说你有这个干燥的 这个困扰的朋友来讲 你用这药料 你一定会吃下去 会觉得非常刷处 而且我特别强调 就是有人免疫系统不好 如果像山药来讲 它里面有一种叫做 曲心表情固酮的前驱物 它对我们生意来讲 它的一个活化身体 荷尔蒙是有些帮助的 所以又加上这滑固里面的 这些免疫系统的维持 非常好的一个多糖体 它对这些免疫系统 比较差一点点的 容易口干的病人 非常有帮助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蔡主厨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又美味的 千层咕咕高鲜锅 是的 没错 刚才吃了那么多的好料理 那这一道 那请各位观众朋友 这一道 真的 这一道 这一道此生必学 真的 蔡师傅没想到 你第一次来就夸下豪雨 你看我真的吗 你确定怎么学的 这道不同两位 刚刚阿芳老师做的 志颖老师做真的非常的棒 我很佩服 那这一道我们利用很简单的 这个是天津白 那那个山东白它比较胖胖 像老师一样胖胖 那那个 天津白比较瘦长 请你 对啊 这个计划 OK 那把它洗干净以后 一片片把它扒开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这个 梅花肉片 猪的 因为老师我今天家里 而且这个好像火锅肉片 是的 没错 所以很方便取得 而且这个一定要看 这个学会了超厉害 真的 真的 来 在菜上面铺肉 每个人都 第二个 第二个你要把它转过来 蔡依你要学 蔡依刚才有讲一件事 这个蔡师傅说此生必学 对 然后蔡依说你确定我们学的会 蔡依会铺 第二层 相信 相信 他偷一闻 第三层很像意大利人在铺 那个千层面 过前为止很有困难 那但是我们是千层菜 而且过年可以做年菜 对 文潘依你一定要学 对 我跟你讲 这个拿回去给你公公婆婆 很厉害 没有 公婆婆本来对他期待就没有很高 那就更强了 就只要他美美的这样就行了 那就更强了 没有要求过我 好 再来一层菜一层肉 最后这样就行了 好 最后这样就行了 师傅 你扣的时候 我发现你在堆叠都有反方向 对 就是最后一会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边就在这里 因为这样子 你这个高度才会一样 你如果全部都往这边的话 高度不一样 当你在吃的时候 你会全部 你刚好吃到梗 我吃到尾巴 就会均匀 是的 没错 那么现在用刀子 把边边稍微修一下 修一下 你看 稍微修一下 OK 这边也修一下 是一个超大型潜水艇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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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好期待 对 等一下 那这个呢 你又不用拿牙签切了 我们头先切下来 修边 那么切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 跟三明治一样的切 这个对彭一是有点难的 对 它切了应该会散掉 对啊 它散掉没关系 散掉待会再把它调整好就好了 好 所以贴一节一节 是的 好 然后你大概就切两倍宽度 应该就不会跌 对 因为我要把它摆在锅边 可以先插牙签 插牙签 对啊 为什么被我插牙签了 这样子你看 这样子把它摆在旁边 你要用側面板 那一定要牙签 用側面来摆就对 側面 对 而且切身叠 好漂亮 我怎么要这么麻烦呢 是的 没有 这就是刚刚讲摆盘的艺术 对啊 因为做这个倒扣的艺术 真的没有很难 对 我觉得这对妈妈来讲 真的没有很难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 有福气了 对啊 这一次可以学到这三款 这没有很难 这就是把它摆在底底而已 这么经典的 这么棒的 观众看很漂亮 对啊 哇 那它有颜色的 这是要让肉真亮 你这个很逊 对 是的 真的很逊 有美 好 而且这样子就是红配绿 对 是的 剩下的边边 你也可以放中间 这样会煎粥蔬菜的香味 那我们现在要来放这些菇了 这个美白菇嘛 白白美白菇 现在你如果说 所以把它摆进来 白白就对了 白白白 白白白就摆下去 这好简单喔 上面把它摆好 太一唱你这太简单了 你让他一年先唱 太一只做下半段就是 直接把菇摆中 他只顾着摆菇 对 觉得还OK 太一摆到水 不会搭去也还是学问 真的很好 这样看起来好像觉得新娘捧花 也可以用 是啊 是啊 好美喔 好 上面再扁缀 红活锅 是的 现在麻烦你帮我这个 倒水 倒水进去 最难的工作我做 最难的工作我做 不用太多是不是 蔡师傅 好 要注意要倒多少 然后跟白菜 不然皮皮就好 好 好 因为它这个本身都是 会出水性 这个它会出水 菜会出水 OK这样就好了 那你看 像这个也是菇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要摆得漂亮 这个木耳 你这样把它可以 把它折成一朵小花 这个就把它放上去 漂亮 这样下去 哇 这下 真的 真的 漂亮 因为这一锅你的人生改变了 真的 白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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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要再吃这个吃这个 放就知道你放 然后随便你放 白盘真的是艺术 是真的 你看他就放那个肉的甜味 鲜味 你看人家学叉花 也是在学这个 把它放下去 你看看 里面各种的营养都有了 蔡师傅 我本来看你觉得 你是一个老实人 但我又想到 你其实还蛮浮夸的 真的 好可爱 再来几次 你就会认识我了 真的 好这个 这个我们因为里面有些白菜 它本身比较凉一点 所以放一点点的姜片 大家都知道煮丝瓜 都可以 放点姜片 好 那现在把它开开 火把它开开 那盐巴把它放一点点 我们今天 阿芳老师还有那个 我们的知名都有放鱼露跟酱油 那我们今天唯一的调味料 就是一个盐巴 所以今天这一道真的是外面吃不到 比方便你花再多钱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吃到这锅原汁原味的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温太医回去可以复制吗 对 这样子 这一道它不是它 它是汤菜 汤菜 汤菜 有点像火锅的感觉 汤菜 对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盖起来 没有它里面内循环 然后它去蒸煮它 哎呦 还盖得刚刚好耶 好 好 就这么简单 是 但是打开的时候 太医为什么嘴巴一直看 此生必学 太医有学会吗 我觉得这太简单了 一定有什么密招没有 就是这样子 真的吗 没错 有看法吧 这个 汤太医 讲对了为什么 全台湾最漂亮的太医 没错 刚刚一直这样子 不敢发言 不敢问的话就是 怕我讲错了 紧张 他结婚了你不用紧张 好 这个重点是在于 或许今天没有来这边上节目 或妈妈没有看到这一道菜的话 他可能看到这两样 二话不说 拿去煮汤煮火锅 对 今天你学了以后 等下一摆 价值感完全出来了 完全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 白菜把肉夹着 不会老掉 真的哦 白菜会吸收肉的甜味 肉因为被白菜夹着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所以这个等一下夹出来是 汤清肉嫩 你夏天吃不下饭 这家吃不下饭的时候 没有食欲的话吃这一锅 再来 我们老公又有两个在一起 你胖胖吃得多 吃不饭啊 冬粉 最后他有一些吃冬粉 再把他放两把下去 我跟你说 真的很棒 真的 我不是说你啦 我不是说你 就是这样子很棒就对了 而且他一直端这个 给你们公公婆婆吃 一百分 真是 他都没有想过 你有一天能够煮出这样的料理 他会说 你用那一只骨是否做什么 让你抗来 抗老化 让你身体够 用指木 花朵做你生日快乐 可是事实上在 我们说现在全世界有很多餐厅 是专门做骨的火锅 就是百菇宴的餐厅 有餐厅 是用这个百菇宴来当成噱头的 真的 对 那师傅我们这一锅 大概要蒸煮多久 这一锅 差不多正常大概十五分钟 加十二分钟 好师傅我们大概稍微先蒸煮 对 那你现在闻到的 只有两个字 健康 那所有的香气都在这里 真的真的 真的我还闻到香味 对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我们没有爆香 没有什么 等等等等各位 好香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真的是这么美 全部都还在 那我们再来放上一些绿色的香菜 或者是蒜苗都OK 好 简单把它撒一下 再稍微让它蒸煮个几秒 师傅做菜好像在画画 真的啊 是艺术 你果然是美丽 智慧 兼聚 全国最漂亮最美的 真的有点 我放手起加分 你站这么一撒 漂亮 漂亮 好 那我们再来试吃喔 我们这个天成高鲜咕咕锅 好好吃喔 白菜加肉真的好吃 意料之外的好吃 真的是你此生必学的一道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白菜跟我们的肉 它这样层层堆叠 也在锅子里面蒸煮 尤其你是这种几乎无水的蒸 就是少水的蒸煮法 等于说我们的肉啊 其实它吸收的白菜的水 它甘甜 它的油呢 浸润的白菜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 你会觉得白菜非常的甜 可是肉不会柴 然后两者之间 你就吃到它们的原味 那觉得肉也不会有一些 任何的腥味 那更妙的是这些菇喔 因为我刚才想 你就只加了盐 这样会不会菇 我一直不想 那个他们分菇给我吃 可是后来我分到了 这个珊瑚菇 是不是叫珊瑚菇 非常的好吃 因为你知道吗 珊瑚菇变得俨然 就是可以吸收 那个汤汁的一个 吸附的海绵 然后呢 它那个肉的汤汁 加上它的白菜的汤汁 这样那么多的菇菇的汤汁进来 它是鲜而且甜 然后那个微微的盐 刚好掉入味道出来 然后珊瑚菇本身就是 有一点点咬劲 非常的好吃 很神奇 这个意料之外的好吃 大家可以试试 你自己试试看 那个汤汁浓缩之后 配上那个菇 超好吃的 我们问太医想不想学 这个我一定要学 没想到吃起来这么的好吃 而且这个肉超嫩的 谢谢 我这个红旗菇也非常的嫩 而且很香 更重要是它加了枸杞 因为枸杞 它其实可以提升这个菇的味道 因为它一样也是属于很多枸杞多糖的东西 它整个煮在一起 会把菇的香甜味带出来 而且整锅这样 没有油烟 然后又很清爽 对 刚刚说想瘦锅嘛 对 想瘦的一定要吃这样子 一定要瘦 那最主要吃那么多菇 人家说吃菇不胖 记住吃菇不胖 要瘦身减重的这汤汁最棒 所以今天这菇的单元真的非常的棒 那节目最后请教一下刘医师 刚刚讲菇菇高鲜低热量好健康 而且多糖体又抗来抗老化 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吃 有 因为我们讲说 菇菇里面煮出来的它的普林量 还是稍微高了一些些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尿酸 有个高尿酸血症 急性痛风的人 或者肾功能不是很好的 因为它的甲力值也特别高 都可能要稍微佐量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是你自体免疫疾病 像我们讲SLE 红斑性狼藏 你正在做这些免疫治疗的话 那因为它的姑姑来讲 会把我们这个免疫系统会往上跑 所以在自体免疫疾病 在治疗的这一点也可能要注意 除此以外都非常棒 好 谢谢刘医师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后 姑姑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马曲台健康后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脸书不定期 也会有各种分享直播跟正理的活动 分享给我们的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那健康后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